主料,蒸馍250克,土豆一个,辅量,油,盐,花椒粉,生抽,葱,蒜,猪肉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冷冻蒸馍放入冷水中自然解冻,挤干水分备用,土豆去皮后,切成片,浸泡在清水中备用,葱切成葱花,投印把蒜也切成末,猪肉切成片, 锅中加入适量的植物油,烧热后,下入葱花炒出香味,下入肉片炒至变色,下入土豆片和蒸馍,加入花椒粉,加入生抽,加入盐,翻炒至食材断生,再撒入蒜末,翻炒至云即刻出炉盘,烹饪技巧,状片可以省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文TT News.xyse获取更多相关资讯